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出了黄金色的武装色霸气 而简单来说 由于自合作品以来动画组对曼哈举行示好示坏的演绎 当着有黄金色武装色霸气真的出现在动画剧行之后 其实还是没有给我们带来 像之前一样的护扯华人的快感 而需要强调的是 41867我们所护扯的黄金色霸气 是真正负责的使用者手臂和身体上的黄金色的霸气 而937期动画组 动画组是在鲁飞使用流云失败的前提下 才在她的手臂和身体外 加上了流动的黄金颜色的霸气特效 而对应这部分的漫画剧行来说 动画组在这个环节 给鲁飞增加的这些特效 其实也就是非常花色天足 而且不换是鲁飞的武装色 被强行加上了 有些莫名其妙的黄金特效 具体观看鲁飞在937集 使用霸气的情节也就不难发现 在鲁飞使用剑红色武装色 以及霸红色的这三个情景中 动画组竟然就全部 都加上了黄金色的特效 黄金剑红色的环节 只有一瞬间 我们就不得吐槽 而比不合时宜的黄金武装色 还有更加夸张和不合适的 也就是鲁飞 已经在合作偏开始后 就被黄金染色的霸红色 在霸王狼询问鲁飞 为什么要打败凯多 鲁飞想问她具体解答 越好旁边的看守们听到时 她就索性释放了霸红色 将守卫们全部都震慑晕倒 这是在漫画中非常正常的一个 鲁飞使用霸红色的情节 而去把377动画的这个情节 动画组则干脆去上霸飞 释放黄金色霸红色 凝入金色的冲击波一半 将周围的看守们全部打飞 根据事故来看 这简直就是比 四光红发登上白屋子船时 所释放的区别物理破坏的 四光级别的霸红色还要夸张 而就某种层面来说 这个情节 其实就已经是篡改和扭曲了 还真有原则的战力设定 特效可以加 但特效所带来的结果 可真的不能随便的放大和夸张 而如果我们要在海洞动画中 找到一个教科书一般的 人物释放霸奥色的情景 那恐怕就还是在两年前的项目地 流离第一次在集群中 释放霸奥色的情景 因为虽然在这个情景中的霸气的特效和效果 在很好的还原了原则的基础上 并没有那么夸张 但它给人所带来的震撼 可能却远要超过陆飞现在 被动画所所强行加息的 引起了效果更唬人的黄金霸气 从这里来说 虽然特效酷炫固然是好事情 但如果它错误地表达了原则的意思 那特效再好也可能只会是尴尬 因此简单总结来说 对于动画族所演绎的这些 特效非常好看但十分过头的 约飞的黄金色三色霸气 我们也只能遗憾地非常不推崇 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